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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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惯洞察人心之外 那你还可以带哪方面来洞察人心 比如说从饮食习惯这件事情 我们都会跟很多人吃饭 怎么从饮食习惯去洞察人心呢 这本书里面其实有很详细的讨论 其实像吃东西啊 像我自己来说好了啦 像有些人就很重视餐桌的礼仪 像我曾经有遇过一个朋友 他真的就是非常讲究每一道餐桌的礼仪 那这样子人你就很容易从他的行为举止当中 他是非常重视繁文入节的 那你跟他相处的时候 你就需要去注意这些繁文入节 如果你比较轻忽或者是说 你会觉得干嘛那么麻烦 那也许有些时候 如果你有一些跟他合作的过程当中 是有需要一起合作的 那他就有可能会因为你吃饭 而有一些习惯而来评价你 或者是说来看说 他要不要再继续跟你合作下去 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 有些人是很重视这些规则规范的 可是也有一些人他刚好完全相反 他觉得这些繁文入节都是很累的 那他完全都不要注重 那他可能很松散 所以有时候你可以从一个人的吃饭 你就真的可以看出 他的自我控制力好不好 如果说像我们有一些人吃饭 是非常讲究效率的 那像这种人他平常在吃饭的时候 也是非常讲究效率的 他在工作的过程中 如果可以十分钟做完事 他绝对不会拖一个半小时 才把他做完 他已经非常讲究效率 他可以一边吃饭一边看书 或一边看滑手机 然后回讯息 一心素用 那像这样你就会知道 这个人是非常重视工作效率的 那也有些人在吃饭的过程当中 是喜欢聊天的 他就是可以一直讲话 一直讲话 一直讲话 那讲话可能对他来说 吃饭不重要 反而讲话比较重要 可是也有些人他在吃饭的时候 他非常重视美食 每一道菜他都会说 这个火候怎么做 那个什么怎么做 你可以从里面也跟他学到很多的东西 可是你有会发现 有些人就非怎么样不可的人 你可以从吃饭 他一定要吃到自己想吃的东西 那他在生活的妥协性就会很低 像我真的有遇过 他们可以排好长好长的队 开非常非常久的车 然后只为了吃到某一样东西 如果说吃不到他今天 比如说他今天想去某一家知名的餐厅去用餐 然后却没有位置 那他整个就不能够接受 也许他就会一定要吃到不可 那你就会发现 他的弹性就会变得比较小一些 我真的有遇过这样的人 他遇到一个美食 就是他朋友跟他说的一个美食 他还吃到觉得很好吃 他真的就会 就会是用 真的就是为了吃这个美食 然后坐高铁冲过去 然后买到他要吃的美食 再坐高铁冲回台北 那或者他想要去吃一个特殊食材 坐飞机飞到日本 然后拿到的食物 因为你那个通关跟过关很快 班机 有时候那来回班机是 中间只有可能很短的时间 他拿到东西之后 立刻冲回机场 搭返回去的班机回去 我真的遇过这样的人 可是你跟他聊天的时候 你不会感受到他是这样的个性 他每次见你都是很开朗的 很活泼 甚至有点小鸟依人的样子 可是呢 他会做这种疯狂的事情 这是人格落质的差异 还是他在生活上面 会产生某种程度的一个强制性 如果说你只是跟他是朋友 很愉快 你可以 比如说他会推荐你很多美食 或各种很美好的事物 那他们通常会有一点要求完美的倾向 完美 所以如果你变成他的另一半就不一样了 就被制约 如果变成他另一半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说 很多事情都需要完美的演出 或是完美的达到他所想要的 如果说在生活当中 没有办法符合他所想要的品质也好 或者是说那个美味的程度也好 他就会觉得不开心 所以如果朋友的话 我们都不用承担这种不开心的后果 可是如果你是他的另一半就不一样了 你可能就比较需要去承担 那个不开心的后果 我再举个例子来说 像我就有朋友啊 他会遇到那种 他的另一半是非常讲究 每一样东西都非常讲究 比如说三冬机 一定要配什么东西 如果那个店家换了一样东西 配另外一样东西 哇他马上就会情绪起伏很大 他就会觉得三冬机 就是要配黄瓜 怎么可以配另外一样食材呢 这样就是不合格 不行 他就开始一直觉得 你怎么会选这家餐厅呢 不会很痛苦嘛 对所以你如果是他的朋友 没有问题 你可能会过得很愉快 可是如果你是他的另一半 就像他的另一半就很痛苦了 比如说 他的另一半就 比如说咖啡一定要 最好喝的那个温度是多少 你绝对不能温度再低一点点 低一点点 他就会觉得你这个 你是说85度C 你要85度C 类似这样子 他完全不能忍受 天啊 那个稍微温度少一点都不行 那像有些时候 你跟这样的人一起吃饭 就是好的 正向你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可是相对的 可能他们就会开始评价很多 这个东西怎么样啊 或是说火候不够啊 或是有些时候你会发现 你会不会很喜欢跟一个人 吃什么都好吃的人一起吃饭 好好吃哦 那无形当中 你也会觉得这个食物很好吃 那如果说 你跟一个做什么事都挑剔 所以有时候你会从一个人的 很多生活系 我不是跟人家 我说真的 很多人跟我说 跟我吃饭的时候 都会有那种对食物 就觉得很美好的感觉 因为我永远在吃东西的时候 就是那种狼吞狐叶 就把他吃光了 他们说 他们觉得不美味的东西 刚才我的眼里都是好吃 他们就问我一句话说 这东西真的好吃吗 但我回答是说 东西就吃你肚子里不是西班牙 所以跟你吃东西就很轻松啊 对就是狂渴这样 然后就会感觉到 他吃得好开心好兴奋 然后或吃得很尽兴 那我们也相对的 也会变得很尽兴 那如果你遇到一个 非常非常挑剔 非常非常讲究 那无形当中 我们的压力指数就会升高 那可能在吃东西的感受 就会变不一样 所以有些时候 我们在洞察人心的时候 其实是真的可以从日常生活中 很多很多的生活当中的一些习惯 那真的可以看出 他非常多不同的人格特质 你这边也讲到一个故事 让我是在读的时候 我有一种感受很强烈 因为我们事实上 现在已经禁止做这个事情 就是你骑车的时候呢 有人骑摩托车遛狗 那这个事情现在 在保护动物法已经是通过了 你现在不能再骑摩托车遛狗了 而且不能绑链子 不过你谈到一个故事 这是他毕生难忘的成长经验 在你书上我看了也非常的感动 他说呢 朋友这个朋友小时候呢 有几次搬家 他的父亲呢 就是为了审视 变加他的小狐狸狗呢 是用链子拴在摩托车后面 跟着跑 因为搬家的关系嘛 然后坐在后座的这个 你的这个朋友呢 就看到小狗 因为赶不上摩托车 就气惨吁吁 所以他就忍不住说 爸不要啦 一旦解来 一家狗招北里 然后呢 就说就可怜 那你这本书这么写的 然后没想到他父亲 就给他一火辣辣一耳光 他当场吓呆了 他说这种 这种个性的人 又是什么样的个性的人呢 那你说 有些人养宠物 是为了要疗愈身心 那如果是遇到 这样的疗愈身心的人 他又会是怎么样的人 那我遇过一个人 他非常爱猫 他家里不但是养了 五只猫之外 他每次在路上 看到那猫啊 很可怜的时候 他就想办法呢 要把他就是带回去养 然后呢 重点是什么 如果他还会检视 这个野生的猫 有没有被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为了让这些猫 野生猫减少 我们通常都会帮他 就是做 把一些身体的器官拿掉 大家懂我的意思 那他也会特别 就是自费 把这个野生的猫 送去这个医院 做节育的动作 这是各式各样的动作里面 他又放任 又是代表着 什么样的背后的一些想法 这本书里面 你有提到这些事情 其实喜欢动物的人啊 然后他们真的会对动物付出 非常非常大的人 那像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下 你就会发现 他们是没有办法忍受动物受苦的 那有时候我自己个人观察啦 就是特别喜欢养猫的人 然后去喂养流浪猫的人 我有些时候 我是说有些不是说全部 就会发现说 他们很怕看到人家受苦 所以当他看到 不管是动物或人 那就会激发他 想要去照顾别人或拯救别人 所以有时候你就会发现说 去养流浪动物的人啊 常常会忽略自己的能力 或自己的状态 是不是足以去应付 或足以去支付这一些 他们就是会比较会想要去 协助或拯救一些受苦的人 那你像刚刚我讲到 那个朋友的故事啊 因为朋友跟我讲的时候 即使他在跟我聊这个故事的时候 其实已经离他爸爸 打他那一耳光 已经非常非常久远了 但是那一幕真的非常深刻 那我自己也是做心理智商 我就会发现说 有些时候父母在一个 就是譬如说在一个高压力也好 或者是说觉得孩子讲了某一句话 可能刚好打中他心理上的不舒服 那他的那个直觉的反应 就是譬如说给孩子一巴掌 但是有时候我自己真的觉得 打孩子的耳光这件事情 对孩子的身心的伤害 是很多元的 很多元的 比如说像打屁股 打手心 你就会发现比较少人记一辈子 可是像打耳光这件事情 因为他又疼痛 又羞辱又震惊 所以对很多人来说 其实是会一辈子印象很深刻 那他告诉我的时候 如果以我现在做智商 我就会回顾说 这个爸爸 他可能会在什么样的状况下 会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可能就会 也会带我的当事人来看说 可能我们再回过头去看说 爸爸是常常做这件事情 是单一事件 还是说 持续性的 对 还是他是频率很高的 这对小孩子又有什么影响 对 那就会不一样 如果他是单一事件 他虽然很震惊 但可能不至于对心理 造成一个很强大的伤害 可是他如果是一连串的 他常常会在无意当中 就会发现 会历经一个可怕的经历的时候 那可能就会 对他整个人格成长 就会有很大的影响 是 我们介绍一本书 要从习惯洞察人行 这本书的标题 就是学会世人数 解决人际关系 所有的烦恼 所以当然有些节名 会超过这个议题 多问一些 因为我们生活中 总是有一些 很有趣的事情 而这本书呢 他用所谓的 就是心理测验 还有用故事 来了解你个人 以及了解另外的朋友 跟你另外的一半 甚至你将会遇到的上司 或者同事 从吃饭 唱KTV 到喝酒 到开车 不是喝酒 就是饮料 开车 甚至喝咖啡的习惯 都可以慢慢去体会说 到底你旁边这个人 他的个性 跟他的痛点 在什么地方 那这是一本好书 推荐大家 那我们先修一下 但姐还有很多问题 我要请教一下林老师 先休息一下 待会儿等来 苏树 就没有按钮 到美国 北部 中部 云嘉 花莲 连线播出 report 到美国 是哪些电台 王杰明 简余燕 新闻 本期三 欢迎登来新闻 本期三位杰明 我们今天访问的事情 是一本书的作者 是我们林翠芬老师 他做的是从习惯洞察人心 里面故事有浅入深 讨论到很多人性的一些看法 那其中我当然一定谈到一个书 就是从饮食习惯 看你的心理需求 那当然里面有些测验 你可以自己测验 那杰明这边就不做测验 因为时间关系 那特别有谈到一件 叫从特殊性偏好洞察人心 里面很多女生 一定问问老公或男朋友 一件事情 就是你从男人欣赏女性的部分 来了解个性 崔芬有问过这个问题吗 你是说我问别人吗 对 就是你欣赏 因为别人会问 说杰明 你看到一个水果牛 那你是会从哪里先看 是从脸蛋 颈部 腰 还是胸部 还是屁股 还是腿 还是穿着鞋子 很多人问这种问题 我觉得男生跟男生问还好 女生问就有点尴尬 这个问题也是一种 很容易去了解个性的方式吗 是 因为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说性对男生来说 跟对女生来说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当然现在也会很多女生 会讨论说 他们欣赏男生 胸肌肌肉或什么的 但是其实像 在我自己成长的 那个过程当中 其实蛮少女生会去讨论的 所以你会发现说 会讨论跟不会讨论 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不同 对啊 那你从一个人喜欢 欣赏的部位啊 因为我自己 在做心理智商的时候 我就会发现说 这有一点不一样哦 所以譬如说 欣赏女生 腿部 腰部 跟欣赏胸部的男生 可能在人格特质上 其实就会有一些些 不太一样的部分 所以后来我就会把这个部分 就全部把它合在一起 写成一篇文章那样子 哦 这篇文章 你大概直接去看啊 因为它里面有一些 很细节的部分 讨论的蛮精彩的 那另外当然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要说 我怎么了解 我的另外一半 他其实有诈骗的心理 这本书 你又用什么方式 做切入呢 像诈骗心理的话 我后来发现 其实他们都是很擅长 去操控别人心理的人 之后操控别人情绪 跟心理的人 他们才会更容易诈骗 而且有些时候 我观察到 就是说很多欺骗别人的人 他们最大的成就感 其实是来自于骗到了 所以诈骗其实也是一种 操控人的方式 当你发现每一个人 都会按照你所设计的 都会掉进你所设的陷阱里面 其实对他们来说 是一个还蛮有成就感的事情 所以我研究了之后 就会发现很多人在骗人 譬如说我想杰明 你一定很常遇到这种 很喜欢跟名人拍照 我们难免遇到 对 那你会发现很多喜欢 跟名人拍照的时候 他们就会扩张自己 就譬如说你看 我认识的都是像杰明 你看都是名人 你看我都认识主持人 你看这些都是我认识的 那无形当中 他其实也想去提高 别人对他的一个认识也好 或是提高他自己的 在别人心目中的地位也好 那你也会发现 有蛮多诈骗的人 非常喜欢跟名人拍照 因为他会透过 跟名人拍照这件事情 来告诉你说 这些人我都认识哦 然后来取信于人 是这很重要 对因为可能不是他 但我认识台大教授是谁 因为这是前阵一个案子 就是认识跟台大校长 就是拍一张照片 然后正好那个台大校长 在切入一个领域 他说这个领域他在发展 今天一捞了几亿元 真的是太厉害了 那你这边有种 就是基本上来说 你做一个问卷的时候 一定有讨论到 这问卷上的议题 比如说举个简单例子 你在做那个卡债族的人格特质的时候 你就有做相当多的一个测验 这里面还包括什么舞会告示啊 或者是无精打采走路之类的事情 我很好奇哦 因为你的题目真的很精彩 你是怎么去用 这么简单的议题来做 这个问题的测验 比如说你这边有个问题说 有一天你无精打采走在路上 却意外的撞到下房考察 民间疾苦的仙女 对方答应你 让你这一期中一亿元的乐透彩 你会怎么使用这笔钱 就会有ABCD 然后A立刻跟公司辞职 然后大肆的消费 B会先跟公司请年假 然后去旅行 好好思考这笔钱怎么使用 选择C 你会把钱全部存在银行生利息 然后上班工作 选择D 你会将三分之二存在银行 三分之一拿来投资理财 实践人生的梦想 我不知道你听完之后 你会选哪一个 那这个就可以去了解个性 我很好奇 你这题目是怎么去设计的 基本上就是 有一点像是一种投射的 潜意识投射 就是我们通常在做这些测验的时候 都会跟对方说 请根据你的直觉 不要想太久 那这些题目 怎么发想出来的 有时候也是需要靠一点 那个灵感的 就是会想很久 会想很久 我就想说 要怎么样去把一个人的 用钱的一个态度 或者是说 他钱会怎么样使用 那其实会跟他的价值观有关 所以我就会用各式各样的 来测一个人的价值观 也会跟他的工作性格有关 所以有像如果说 这个人是特别喜欢某一种活动的人 他的工作性 他的性格可能就比如说 喜欢爬山的人的工作性格 跟喜欢去潜水的人的工作性格 可能就很不一样 所以我就要去设计这种 去把很多相关的东西 然后把它变得一个 你在测的时候 尽可能让你比较不知道 我在测什么 那根据你的直觉 你会去想到那个答案 然后测出来才会准确度 才会高 所以在发想的时候 你问我怎么发想出来 有时候我也觉得 有一点神来一笔那样子 是 因为为什么这个书 为什么我就 这个当作我这个 这次访谈的结束 因为很多人都想知道 你的另外一半 是什么样的理财的人 所以呢 他就一道题目是 你的钱用在哪里 那标题是说 在爱情的国度里 很多女生都希望 嫁给潇洒多金的白马王子 不少男生都期待 娶个漂亮温柔 又有钱的理想情人 但是重点不在这里 重点事情是 你要了解你自己 致富潜力在什么地方的时候 他就有一道问卷 那这个问卷里面呢 就提到各式各样问卷 那你当然也可以把这个 拿给你另外一半 或者未来想要交往的伴侣 然后做出来的结果呢 是不是你希望的 另外一半呢 因为今天有一则 有一个就是媒体 就是在报纸上面 有一个故事 他说很多人喜欢 嫁给富二代 就他结论的事情是 当他老爸爸 钱拿走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的富二代 基本上是穷五代 好当然这些内容 是相当精彩 可以提供你做参考 那你也可以用这边 去了解你旁边 最接近的人 他的属性是什么 当然你在做问卷的时候 要小心翼翼 因为我在家里常常被做心理测验 每次做心理测验 我都很害怕 因为我怕我做出来的答案 并不是太要的 那是一件多么恐怖的事情 好我们今天非常开心 我们找到的是一位 非常棒的老师 是林春芬老师 那他在时报 出了一本书叫 从习惯动达人心 如果你一直很困 困扰于去了解你旁边的人的话 那这是一本不错的工具书 非常谢谢林老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